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对对 这手再高点 葫芦 葫芦 行 葫芦 你们来拿 葫芦 来 金上石 你怎么来了 春喜今天来过吗 没有啊 她一夜都没回来 不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葫芦 你快帮我找王爷 让他过来一趟 快 好 娘娘 不好了 娘娘 怎么回事 昨晚派出去的人死了三个 虽然还有一个活着回来 却受了很重的伤 什么 殷昊不会武功 怎么会死了三个人 听那个活着回来的人说 殷大人身边有一个武功 非常厉害的人在保护着他 所以才会死伤惨重 殷昊 据他说 春喜为了救殷大人 替他挡了一刀 然后殷大人的朋友 便拦住了他们 他只看到了殷大人 带着春喜离开 不知去向 娘娘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继续派人盯着那个村子 本宫料殷昊带着受伤的春喜 也走不了多远 切记 一有消息 立刻禀告本宫 绝不可轻举妄动 是 娘娘 翼兄弟 翼兄弟 你总不能老这样吧 我看不如我们回镇上 找两个兄弟 走上去 找些安葬春喜姑娘吧 你别碰她 王爷 金上师 王爷 你可回来了 葫芦都跟您说了吧 春喜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昨天柳儿来报 说皇后娘娘想吃点心 让上师局做一些 我就让春喜和春桃做好了 送到皇后娘娘请宫去了 结果这一去 人就没回来 到现在还找不着 我昨天身体又不适 休息得早 醒来什么事都不知道 行 你先别着急 春喜在宫里跟人无怨无仇 应该不会有事的 这样 我去问下皇后娘娘 多谢王爷 王爷 您一定要帮我们 找到春喜姐啊 娘娘 王爷来了 皇后娘娘 王爷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皇后娘娘 本王是受人嘱托 替上师局的金上师来找人 敢问皇后娘娘 昨天晚上上师局的春喜 是否来过您这儿送点心 来过 本宫让他们做了点点心 听柳儿说 是春喜送过来的 听说 正是 昨晚上 红儿身体不舒服 睡得早 本宫特命人 让他们在宫外守着 不准任何人进来 这么说 皇后娘娘昨晚没有见到春喜 正是 王爷为何提起此事呢 事不相瞒 昨晚上春喜从您这儿离开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 上师局寻遍不着 所以才托本王来帮忙她 竟有此事 柳儿 昨个春喜送点心时 有没有说过什么 没有啊 下掌扇送了点心之后 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奴婢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王爷 你也听到了 恕本宫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 打扰娘娘了 那我先告辞了 慢走 请上师 王爷 怎么样 春喜姐有消息了吗 对啊 情况怎么样 我问过皇后了 皇后说 那天皇太子身体不太舒服 就让柳儿在门口接了点心 她根本就没有看到春喜 那春喜能去哪儿呢 她向来乖巧 不会不辞而别的 这倒是 您别急 这样吧 我现在呢 让我所有的手下 在宫里展开全面的搜索 一定能找到的 多谢王爷 放心吧 兄弟 麻烦你们等一等 好 兄弟 我给春喜姑娘备了一口棺材 送姑娘上路吧 以后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看清楚了 这个姑娘因你而死 你这样对得起她的一片心吗 都安排好了吗 是 娘娘 末将已派了一队雨林军 日夜护卫皇后进宫 确保娘娘万全 好 你吩咐下去 是 明宫里各处守卫 但凡是见到前教防使殷浩 和尚时局的春喜 无论在哪里 都要把他们带到本宫这儿来 听明白了吗 末将明白 下去吧 是 娘娘 我们为什么要放着殷大人呢 她 不是已经走了吗 春喜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生死未卜 本宫只是担心 他们会随时来这里 不得不妨啊 参见王爷 小的参见王爷 这就是当日放走春喜姑娘的那个士兵 春喜出宫了 是 王爷 那晚子时 小的亲自放下掌膳出宫去的 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回王爷 春喜姑娘只是说 给皇后娘娘采买些食材 小的们也不敢怠慢 就放她出宫去了 行 没你们的事了 去吧 末将告退 小的告退 王爷 王爷 您瞧瞧谁回来了 盈昊 王爷 你去哪儿了 找你好几天了 之前不是没想明白吗 想明白就回来了 你 你还想明白 我看你就是在宫外过得太舒服 把我们都忘了吧 哪能啊 忘了谁也不能忘了王爷 算你会说话 王爷怎么了 那个 春喜失踪了 没事 失踪了还没事 您不知道 春喜这个傻丫头 看我走了 她也走了 可她后来一想 这就乱了 她一走 上师军全乱套了 金上师肯定要担心 这不吗 让我回来求您来 麻烦您带着我去见金上师 一来报一个平安 二来啊 我要当面求亲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有点乱 春喜去找你了 可是她不是一口咬定 她不知道你在哪儿吗 她之前是逗你们玩 遵受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 这样 你再等会儿 你跟她说什么 提亲 你 难得找到春喜这样一个好姑娘 我要面见金上师 当面提亲 从此后 我二人远离宫廷 过平静日子 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 什么叫浪漫 这不关你的事 行了 既然回来了 事不宜迟 赶紧去提金 咱们啊 这就进宫去 王爷很浪漫 走 金上师 你看 谁回来了 一号 你怎么来了 春喜呢 我来就跟您说这个事的 她没事 挺好的 你见着她了 她是出宫找我去了 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来了 怕您不放心 我来报个平安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她要是想离开 那就让她离开吧 我早就让她出宫去 她非说要陪着我 这倒好 自己想通了 殷昊啊 以后春喜在外面 就要靠你多照顾了 我会的 你不是还有话 要跟金上师说吗 说呀 你有什么要说的 殷昊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是来向您求亲的 求您把春喜许配给我 以后 殷昊就是个穷小子了 我虽然一无所有 但我会对春喜好的 我会陪她一辈子的 好 我答应你 你起来 你起来呀 干娘在上 受殷昊三百 快起来 快起来 殷昊啊 我不方便出宫 也不方便透露你们的行踪 你们要走啊 就走得远远的 千万别让他们找着 好啊 这个你交给春喜 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 以后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了 今夜提了 干娘也败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王爷 您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 我去看看妹娘 今日一别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 还去啊 王爷放心 我心里有数 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行 那我在这儿等你 你小心 末将参见皇后娘娘 有何事 回娘娘 侍卫来报说 在尚识局发现了殷昊殷大人 什么 为何不把他抓来见本宫 回娘娘 南朝王一直和殷大人在一起 末将等不便下手 你速带人去尚识局 就说本宫知道他们回来了 让他们到本宫这儿来一趟 是 娘娘 不用了 我在这儿 别动 别动 放手 放手 是你派的刺客 对吗 是 母妹娘 你心狠手辣 丧心病狂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春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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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哼 不听本宫话的人 就得死 他明知道你的下落 却敢欺骗本宫 即使他今日不死 我又岂能饶过他 五妹娘 你是个疯子 多少条人命在你手里 王皇后 萧淑妃 春夕 你就不怕有报应吗 报应 我现在乃是皇后 在这后宫之中 我就是天 谁若敢跟我作对 就只有死 五妹娘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你 你 你 来 王爷 等这么久饿了吧 吃点点心吧 不 你说他都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回来 会不会又搭下来了 应该不会吧 我去看看 你 你 你果然是要杀我 我要为春夕报仇 你 本来你走后 我就没想让你回来 可是这段日子 我总是在做噩梦 梦见你到皇上那里告证 梦见你到皇上那里告证 梦到皇上 要将我问斩的样子 想到这儿 我就寝食难安了 梦见你 梦见你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我找你 就是要跟你同归一尽 来 你杀了我 你杀我呀 你敢杀我吗 你跟爷来一个痛快的 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还怕杀了我吗 你杀了那么多人 把我也要杀了 我梦见你杀我呀 你杀啊 你给我来一个痛快 我梦见 梦见不要 不要姐 姐 大哥 姐 喂大哥 你又带我姐去哪儿了 雨凡可了不得了 你快来趟医院吧 你姐她又晕过去了 我马上来 怎么回事 你可来了 怎么好好的又晕倒了 快来 我带她散步 本来走得挺好的 她突然间她就说 殷浩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然后就哭 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突然就昏倒了 我都快急死了 难道 跟我的梦有关系 不是 你不能这样了 我看了吗 他吧 王妇 我也是 所杀的事实 如果银豪不死 你说什么 在梦里你姐杀了我 吴妹娘为了自己的将来 就银豪成全她 银豪这个多情种 偏偏还答应了 吴妹娘就亲手杀了银豪 刚好这一幕被我看到 我一惊就醒过来了 乖伯德呢 她一直在哭 拉着我的胳膊说 对不起 对不起的 原来她感受到了你的梦境 可能吧 可就算我再次入梦 也坚持不了多久 吴妹娘已经做皇后了 该死的不该死的全都死了 总有一天 等吴妹娘也死了 我姐还不醒来 那怎么办 你别着急 冰河之前不是醒过一次吗 你接着做梦 只要这个梦还存在 你姐姐肯定会醒过来的 但愿如此吧 姐 你可一定要醒过来 我又回来了 我怎么还在上试局啊 点心呢 还没送来 王爷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 你杀了我 你杀我呀 你敢杀我吗 你给爷来一个痛快的 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还怕杀了我吗 你杀了那么多人 把我也杀了 我妹娘 你杀我呀 你杀呀 你给我来一个痛快 我妹娘 妹娘 不要 医药 医药 走开 走开 医药你没事吧 给本宫下去 以前的医药已经死了 现在 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滚得越远越好 你杀了春夕 我要为春夕保证 银昊 你冷静一点 银昊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若再敢放肆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今天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银昊 冷静 银昊 银昊 你杀不了他的 银昊 你杀不了他的 银昊 走了 银昊 你杀不了他的 银昊 走了 冷静 银昊娘 走啊 银昊 vowel bored 银昊唯 银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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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李冰河醒了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 及时告诉我 大夫 李冰河没事吧 李冰河身体 已经没有问题了 只要他平时 多注意休息 还有调养 他身体就会 慢慢恢复的 谢谢您啊 不行 我能进去看看吗 行 没有问题 谢谢啊 好 李冰河 你醒了 他还睡着呢 医生说他太累了 让他休息一下 太好了 你醒过来 你再也不是什么 妩媚娘了 真好 医生跟我说了 说我在这儿 躺了一个多月了 这当中我还醒过几次 我怎么都不知道了 我光记得 我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 然后梦到 我成了武则天 从财人开始 一直到皇后 后来就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雨凡啊 都担心死了 为了唤醒你 一直做着 跟你说的一样的那个梦 现在好了 你终于醒了 我们再也不用逛什么 雨花园 还吃什么赏识局的汤圆了 听你这么一说 看来 我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吧 说这个嘛 只要你们没事 我累点不要紧的 我熬了鸡汤 忘了拿上来了 你等一会儿啊 我拿上来一起喝啊 对了 对了 这手 这个手要注意啊 排上去 好 有进步 有进步啊 王爷 您怎么来了 没什么事 皇上的寿臣就快到了 最近你们加紧排练 辛苦了 谢王爷关心 这都是小的门应该做的 对了 最近你师父怎么样了 托王爷的福 师父 师父和师母 近来都挺好的 他们的春喜饼店 在江南一带 已经开了好几家分店了 这个银行赚大钱了啊 对了 前两日师父来信通知 他的二女儿就要成亲了 想要王爷一起去喝喜酒 好好好 一定去 一定去 那葫芦就替师父 那葫芦就替师父谢过王爷了 那葫芦就替师父谢过王爷了 行 没事 你先忙吧 好 谢王爷 快 快 快 皇上 这么多天您也没好好休息了 回寝宫歇着吧 这个玩偶有那么重要吗 皇上 下图 起来 들어�出去吧 下图吧 是 乙昊 朕对不起你 下辈子 是 殷昊 朕对不起你 下辈子 朕一定好好补偿你 当年你也误会朕了 朕并不是只是为了复仇 朕确实是为了天下 黎民百姓啊 若你还活着 你就看看当今的天下 当今的百姓 朕没有食言 朕的一生 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幸福 但朕给了天下百姓 一个干净 幸福的晴天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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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这就够了 它有点 那是 冬天 或者 不过 这就够了 糊涼 那又不是 那就是 监狗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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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想要 好 以后就让这谢于琉璃令 代替朕 好好地陪着你吧 这一切都不得了 哎呀 这么多经书 我们要擦到什么时候啊 抱怨也得擦 不抱怨也得擦 咱们还是动作快一点比较好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明空 你念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 我在想刚刚那几句话应该是说 世间所有的现象就如同梦中一样 一切只不过就像一场梦 梦醒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如同我们眼前的一样 其实只不过是个假象 如同泡沫那样 瞬间急事 啊 那不是什么都抓不住了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变幻的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知 把我当下就什么都拥有了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意 祭灭为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醒了 快来喝汤吧 还愣着干什么 你 是我姐 还是我昨天 我是你姐 真的 你说呢 太好了 姐 你终于醒了 姐 这段时间肯定受了不少醉吧 我没事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们一家团聚 我做这点算什么 趁热把汤喝了吧 好 什么汤啊 这么香啊 大康说 你一直跟我做着同样的梦 可不是嘛 我们以前啊 还老抱怨说 总做同一个梦 没有私生活什么的 还多亏这同一个梦 才能让你醒过来呢 你说咱的梦 怎么跟历史写的不一样啊 能一样吗 也是啊 毕竟不是真的历史 那是咱俩的梦啊 历史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武功高强 又风流倜傍的王爷 对吧 姐 你知道吧 我梦见 吴泽天已经当上皇上了 而且 他还按照殷昊的模样做了一个唐勇 最后 还把血液流利裂放在了里面 只有在梦里 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她是想让 血液流利裂代替她 永远陪伴在故人身边吧 嗯 应该是这样 姐 你知道吗 那次车祸以后 唐勇全碎了 但奇怪的是 在里面真的发现了血液流利裂 看来传说是真的 那链子现在在哪儿 送去陕西部馆了 过两天 我得去找一下馆长 干嘛呀 我想把血液流利裂半次展览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她的故事 怎么样 这条就是血液流利裂 血液流利裂相传是上古时代 华絮古国的神器 在唐高宗时代 因为恭维斗争 而重新出现在唐少的宫廷中 据说武则天在登记未帝后 曾亲手雕塑了一尊唐勇 这个唐勇的模样 正是照着一个 对她一生来说很重要的故人做的 这条血液流利裂 因为沾有此人的鲜血 而被武则天 针而藏制 缘河 送给你的 这个故事好亲密啊 是啊 干嘛又送花给我 我也想不起来送别的 喜欢就好吧 你给我们家的花啊 可以开花店了 漂亮吧 我常年供应你 好看吧 谢谢啊 看什么呢这是 哎 别挡着我 怎么了 你没看见吗 这杨贵妃正跟唐玄宗 准备告别呢 我说 我亲爱的姐姐 你不会 又联想到 妩媚娘给李志了吧 忙你的去 雷劲了你 静 刚好 明天还有团队来参观 不奉美了 快快快 走走走 好好准备啊 好 那个 有空跟你家大纲说些什么 别在我们家送花了 净找虫子 不疯得了 姐 不是吧 我们又梦回唐朝